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讲各种恋爱心态的故事 像是有单恋的或者是相处的一辈子的 或者是明明一开始相处的很好 但是却因为各种意外没有办法成功的走到最后 那我觉得在这些故事当中呢 我看到的不是教人家怎么去应付各种的恋爱心态 而是你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应该要怎样去做应对 也或者是说你的心态应该要保持怎么样 你才有办法去克服自己心里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那我觉得其实不管有没有恋爱都好 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呢 是我把恋爱当成是生活上的一种加分形式 就是如果我今天有一个伴 我会感到非常的快乐 因为你在和对方相处的时候 其实你的脑中会产生一种叫多巴胺的东西 那多巴胺呢是可以带给你快乐的感觉的 那如果没有另外一半 其实也不需要这么的去强求去找一个伴来陪着自己 因为虽然说人可能我们以前是两个缘 那不知道为什么就和另外自己的另外一半走失了 那所以我们穷极医生呢都在找适合自己的另外一半 但是对我自己个人来说 你自己一个人都可以相处的很好 就是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 你也可以做好你的工作 然后你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自己去逛街 看电影跟朋友出去玩什么的都可以 那你为什么要找另外一个伴侣来陪着自己呢 因为如果你只是需要陪伴的话 你有的是家人 有的是朋友 或者是你有的是宠物 更或者是像现在科技比较发达了嘛 你们有手机有电脑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产品可以去陪着你 那为什么你会需要另外一个伴侣呢 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去思考一下自己在找伴侣的这件事情 其实如果要我自己来讲这个话题的话 可能也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说服力 因为其实我本身呢也在就是努力的去思考为什么我需要伴侣这件事情 那后来我觉得其实不是需要伴侣 而是这个伴侣可以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就好像我前面所说的 我觉得伴侣它就是一个加分的形式 我觉得爱情是一个加分的形式嘛 那你跟你的伴侣相处在一起 如果你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你一个人的快乐跟你有伴侣的快乐 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们两个人相处在一起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自然 然后你们有各式各样的话题 你们也觉得 就是我为了这个人 我想要变得更好 所以你们两个共同成长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是加分的部分 因为你有了另外一个动力你可以去做更多你想要做的事情 尤其是你在遇到一个伴侣非常支持你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哇我的生活真的是很美好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啦 但是相信大家也知道 其实就是现在有很多很多的爱情形态是 可能我今天我喜欢你 是因为出自于一开始的那一种第一好感 而不是我想要就是为你的生活 或为我的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所以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中慢慢的磨合磨合 到最后呢 就会变成是 我突然觉得我跟你这个人好像不合适了 然后我们就分开 分开之后呢 我们就经历过一段失恋期啦 然后低潮期啦 然后再慢慢的爬起来 再去重新找另外一个伴侣 其实时不想满呢 我之前是有过这么一段非常非常低潮的日子的 然后以至于在我下一段恋情的时候 我会谨慎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然后我也会谨慎的去思考 我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我以前要的东西可能就是两个人相处在一起非常的舒服 然后我不去计较一些现实层面的问题 所以导致说你在后期相处的时候你会引发越多越多的问题 因为你在前期的时候你没有去仔细的去了解这个人的经济状况 或者是了解他的一些个人特质 你就只是觉得跟他在一起非常的快乐 但是那种快乐只是两个人除得来 然后玩得很快乐 而不是因为他可以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成长 或者是你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成长 让你觉得有双倍的快乐 而是你只有在那种你可能去游乐园 或者是你玩游戏赢了的那种快乐 但我觉得这种快乐是非常非常不真实的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是不真实的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考虑进入一段感情之前 可以先想一想这些事情 就是这个人是不是我想要的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人的三观 跟我是不是合适的 然后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为什么我需要这个人陪在我的身边 让他进入我的生活 那这个人进入我的生活之后呢 会不会给我带来正面的影响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大家进入一段感情之前 是必须要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那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觉得书里面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这也是我之前自己亲身经验过的 因为我在一段感情当中 我没有办法去肯定我跟对方是什么样的关系 虽然我一直觉得跟他相处在一起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自然 然后也有我前面所说的两个人共同成长那种感觉 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去定义这一段关系 对我来说是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我们所认知的恋爱形态 还有恋爱文化里面呢 我们是觉得 今天我跟你相处的很合 然后我们两个就算还没有未来的规划 但是应该可以称之为男女朋友的这个表情 那对方当然是不太想要去定义这件事情 因为他觉得说就是男女朋友 他是一个更长远的计划 而不是只是着重在于现在的这种快乐 就是你想要暂时的这种关系 所以看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然后一直以来我都对于这样子的问题 有点耿耿于怀 因为就好像只有我自己在 就是为这段感情当中有做一点努力 但是后来想一想 其实可能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是开心的 那书中他的观点是说 你刷牙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吗 其实这句话一开始我不太懂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多看几次 他那一篇章节的故事之后 我就可以明白 他其实那个章节的故事是 女主角呢 他去日本留学 遇到了同国籍的男主角 那他们在日本的时候 非常的合得来 只是两个人一直都没有说破 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之后女生有去跟男生坦白 但是男生也不愿意去 就是承认或者是去证实 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那没有多久女生毕业了 就回国了 然后之后呢 这个男生他就也回国去找 就是回国之后到这个女生的城市去找他 然后就跟女生讲说 我觉得你在这个城市不错 所以我想要跟你在这边一起生活 那你愿不愿意 这样子 就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去 说清楚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男生也没有去跟女生说 我喜欢你 或者是我爱你 这些话 可是女生却可以从他们的相处过程当中 去体会到 这个男生应该是认真的 因为他付出他的时间 他的精力 然后这个男生呢 也同时就是也带领女主 就是这个女生一起成长 那让女生可以感觉得到 这个男生的认真跟付出 所以久而久之 他其实也没有这么的计较 他们有没有过前面这一段仪式感的问题了 所以女生才会说出 你刷牙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吗 这句话的道理其实就是说 你刷牙是为了自己吗 那同样的谈恋爱其实也是 就是我们只要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 觉得舒服 觉得开心 那别人怎么说 其实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因为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想 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段关系 当然也不是说 就是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都要选择去 以这种方式去解决 你同时必须要认真的去感受 认真的去观察这个人 他带给你的感觉到底是不是真的 因为有一些渣男 他们就是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去跟女生相处一段时间 然后女生付出所有之后呢 他就消失了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种太多太多的故事 导致于现在大家都会很急着去 为一段关系做标签 那其实我自己本人也蛮挣扎于这件事情的啦 因为听过太多的这些故事了嘛 所以你不自觉的你的心中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安全感 那所以说呢 看完这篇故事 我觉得很值得去深思一下 到底这段感情给你带来的是什么 然后这个人带来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有没有去跟大家宣布这件事情 或者是有没有去两个人沟通过这件事情 是不是这么的重要 当然也不是说就是你们相处的好 然后就不要去讲这些问题了 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说就是我之前是没有一直去急着要这个标签的状态 但是我一直有处于在沟通的情况之内 我一直有想要去了解 现在我们到底是不是思想同步 或者是我们的想法有没有走到一起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对自己的个人保障 当然如果你就是觉得 还是没有安全感的朋友 还是可以去问一下 你们现在的恋爱进度 到底是还在暧昧当中 还是真的在一起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看个人的啦 可是如果跟我有一样困扰的女生呢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这种方法 就是首先你要先去了解自己 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人 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人 然后这个人给你带来的快乐 是不是双倍的 那如果是他给你带来的快乐呢 是不是会让你成长的 有没有让你觉得比你自己单身的时候更快乐 那第三个呢 就是你觉不觉得这个标签对你来说重不重要 那你觉不觉得说旁人给你的这一些评语 是不是重要的 如果都不是重要的 那你就可以继续在这段关系里面 就是试试看 然后去看一下你们之后到底合不合适 但如果你以上都没有办法去接受 你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那建议大家还是去跟另外一半 就是不管还在暧昧期 或者是已经暧昧很久 然后还没有去说破这件事情的人呢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好好的做个沟通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啦 下一次如果有看到比较好看的书 也会再录制新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什么 就是好看的书想要推荐给我的 也麻烦在下面做留言 那我也会去尝试看一看之后 录一个新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下次见